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不是自己气哭了凯特 而是凯特把自己气哭了 除此之外 梅根还告诉奥普拉凯特 在事后已经对自己赔礼道歉 最后还不忘地补充一句 她是个很好的人 并表示自己对澄清这些误会感到抱歉 充分体现了她的大度 然而 据王室内部人员透露 凯特完全被梅根的厚颜无耻震惊了 王室内部人员表示 在过去 凯特和梅根从来没有很亲近过 但是他们之间始终保持着距离 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各自的丈夫 也就是威廉王子和哈利王子之间的矛盾 这导致两个家庭之间缺少交流 但如今 凯特对梅根的业务已经达到了顶峰 她永远不会原谅梅根对她进行的污蔑 这位内部人员说道 结束了 梅根在采访中所说的话已经彻底突破了凯特的底线 她亲手烧毁了她和梅根之间所有的桥梁 现在凯特甚至没有兴趣再跟她说一句话 值得一提的是 不想再跟梅根有任何联系 其实 凯特被迫做出的决定 因为在哈利夫妇的采访刚刚播出后 威廉凯特的反应非常强烈 先是王子公开回应 哈利梅根对王室存在种族歧视的指控 随后 凯特又传出气道不顾女王命令 和王室传统准备发布声明回击 可想而知 这位完美王妃受了多大的委屈 而如今 凯特不得不放纪元计划 很可能是受到了王室官员或伊丽莎巴尔氏女王的阻拦 他们不希望王室和哈利夫妇之间的问题 变得越发失控 最好的应对方式就是沉默 并和哈利梅根修复关系 但从王室内部透露的消息来看 让凯特保持沉默可以 但让她和梅根重归于好 根本没有任何可能 另外 看到凯特受到了屈辱 凯特的家人同样气愤不已 其中 他的叔叔便是在采访中以性命启示 称自己从小看着凯特长大 他绝不会像梅根描述的那样 因为对某个物品或某个安排 感到不满就随意地发脾气 对梅根的说法提出意义的还有很多人 包括王室专家卡洛尔玛龙 他暗示在未来 梅根可能还会出现在荧幕之中 向外界讲述更多会让女王流泪的消息 并非常肯定地表示 凯特未来的王室生活 已将受到梅根的严重威胁 事实上 这种威胁已经开始显现了 在梅根的采访节目播出后 虽然众多英国民众和王室粉丝 对梅根的说法产生质疑 但梅根很多忠诚的美国粉丝 已经将凯特作为了公司的对象之一 这导致现在肯心顿公一发布有关凯特的工作信息 评论中就会出现诸多指责的内容 可笑的是内容多为凯特抛弃了她的姐妹 不得不说梅根的舞蹈 对于一些不明真相的人来说 真的非常奏效 接下来是梅根斗机领 拿自己当公关标签 小手段让39C凯特回击无门 梅根马克尔在美国拿出了致命一招 让英国王室感到畏惧 皇室专家普遍评论 梅根是惹不起的女人 她与哈利王子的结合 简直是温莎家族的灾难 梅根本身并不强大 能力也不出众 她靠的就是小聪明和脸皮厚 而在远离王室之后 梅根拿出了更有力的武器 这是她目前处于优势地位的主要原因 根据《太阳报》记者艾米尼的报道称 梅根在婚礼前曾经让凯特王妃哭泣 就这一点 梅根马克尔在奥普拉的采访中 做出了猛烈的回击 她拿自己当公关标签 使了一点小手段 让39C凯特王妃回击无门 事情的始末已不用再赘述 而梅根的手段却不得不提 她拿出的杀手锏正是自己的肤色 并用卖惨的方式博得了全世界的关注 这也让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招架不住 梅根并不以自己是混血飞翼感到自豪 她努力改变自己的外形 拉直了那弯曲的头发 并不断地修饰自己的肤色 还用黑白照片演示自己内心的脆弱 但在被女王果断地辞退皇室植物之后 40岁的梅根马克尔豁出去了 在电视访问中 哭诉自己被歧视 她知道自己是最好的公关手段 一旦她抛出这个话题 并愣眼婆娑地看着镜头 那伊丽莎白女王和凯特王妃都显得很被动 梅根和哈利王子聘请了很高端的公关队伍 掌动人正是希拉里曾经的助理 她帮梅根集结了最强大的粉丝团队 在各大官方账号下面留言 替梅根叫去 梅根说自己在婚礼前被瞧不起 在结婚之后也被各种排挤 连同她的儿子阿奇也被女王忽视 梅根讲述了三大委屈之后 凯特米德尔顿成了梅根粉丝的主要攻击对象 那些疯狂的家伙一致认为 是凯特王妃欺负了梅根和阿奇 让哈利王子的妻子在王室里生存不下去 英国女王对梅根马克尔的防守政策是指手不攻 连同凯特王妃以及其他皇室成员 也不能对梅根的话题做出了相应的回应 凯特就这样默默承受了一切 而梅根也从被歧视的种族代表 变成了拥有话语权的人 这样一番操作下来 形式变成了只要梅根拿出自己的肤色舒适 其他人就不能反驳和解释 否则就被认为是不平等 在这样敏感话题的刺激下 梅根逐渐地用这种特殊的方法满足了自己的野心 他不断地强调自己的弱小 强调阿奇没有王子头衔 但事实上英国王室早就接纳了他 并用盛大的婚礼欢迎梅根加入 阿奇哈利森没有王子殿下的头衔是皇家规矩 毕竟哈利王子不是王位的直接继承人 王室法条规定 只有君主的孙辈才能拥有殿下头衔 曾孙辈并不包括其中 除非是王位直接继承人 哈利的子女必须要等到查尔斯王子成为英国君主 才能成为王子或者公主 梅根急于求成 想要和凯特王妃家的乔治·夏洛特争地位 无疑是在违背规则 梅根也知道自己没有合适的理由暴露自己的野心 所以就编造了这样一个谎言 认为凯特王妃和其他高级仇人歧视他 伊丽莎白二世女王倘若跟着梅根吵起来 那实在降低了她的身份 凯特王妃听从祖母的命令 对扣诉坚确不回应 梅根拿出种族主义的标签来标榜自己是弱者 她这个手段还是挺高明的 但倘若只有弱者才有话语权 并且可以随意歪曲事实 那社会岂不是乱套了 真正的平等是弱者和强者拥有相同的权利 并消除身份上的等级差别 梅根·马克尔胜在心思诡异 光明磊落的女王和凯特王妃 从这点看的确不是她的对手 那是她的确认 并且戴了